香港時間約莫早上9點 今天是最後一節 今天對我6月6號的行動就最後一節 我先預告 除非有大事,否則我不會有直播 6月7號我不會有直播 下一個直播應該是6月8日或者6月9日 6月9日就未必考慮一個戶外直播 因為戶外直播,我就未挑戰過德國電訊的速度 因為我剛剛好有東西,正在收拾房子 有工人有工程 可能6月9日就有一個特別的安排 6月9日我會有一個特殊安排 我正在考慮 但是今天就不應該有直播的 除非有大新聞,我也不希望有大新聞 有大新聞就沒辦法直播 有大新聞,如果有大新聞就不直播也不行 就好像... 其實每個月9月9日我都沒有這麼做直播 就是我沒有想過可以挑戰電池速度 電池的承受熱度 只不過就是... 我沒有想過可以捱到一公鐘的電 但是那個直播的原因就是因為... Google...Google...Google那單... 就是那個... 袁榮哥哥哥在香港那邊這麼高的那單 沒辦法...是這樣的 OK... 但是呢... 這個... 這件事... 昨天都大的... 這件事... 你看到普京那種瘋狂戰 就是... 俄斯就炸了烈伯紫黑河... 上游的一個堤壩 因為那個堤壩本身就有很多用途的 其實主要包括就提供這個... 這個... 哈利米亞的供水啊 令到... 呃... 黑松市不會陷入水浸啊 那...跟著還有就是... 令到雜波羅爾的核電廠有足夠的水... 難卻啊... 那...也都有... 那個後備... 因為你... 有... 抽到水才能難卻的嘛 那... 但是現在就... 俄斯就炸堤壩 那...結果就... 連我佔區都受影響 就是有些俄國軍人都不知道炸堤壩 那...跟著呢... 就... 就... 自己... 慌忙走避 那... 現在呢... 就... 八字黑河一帶就變成一個大的... 湖... 你覺得像湖泊那樣的物體啊 因為那些水位就這樣發眼了 那... 就... 搞到... 就是... 就是... 那...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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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NorTsborg 就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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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就是花園口決題 二次大戰的花園口決題 蔣介石為了阻止入軍進攻的 就是花園口決題 結果民眾怨聲在道 所以為什麼共產黨在華北的民意基礎 國民黨本來華北的民意基礎已經很弱 二次大戰之後就是 你打贏抗戰的問題 就是花園口決題 人家覺得就是國民政府和入軍 日本都是一樣的仆街 因為那些人就以為可以理解 問題不一定可以理解 要不是有必要用這個花園口決題 這個戰術去打都是一個疑問 但是現在普京就犯同一個錯誤 普京基本上你就不會再在 那些雜波羅熱或是黑松地區是一個受歡迎的 第二分鐘你連克里米亞的支持都輸了 因為這個水壩不單止服務黑松 不單止服務雜波羅熱 而且它是克里米亞的水源 當然普京的想法就是 令克里米亞在水源上更加依靠俄國就可以了 就是從黑石那邊運到水 問題就是黑石那邊是否真的運到那麼多水 就是你的運水用水的渠道不會是這樣玩 所以你說這個是一個很令人質疑的打法 但是我相信原因是 普京打到很絕望 因為現在有一點很清楚的 就是普京 這幾個大反攻的那個形勢 就是你看到其實 你看到別以哥 就是別以哥羅德那個戰役 你看到就是普京打到完全是 你看到今天第七日 第七日 別以哥羅德 你的局勢都沒有那麼多評定 OK 俄斯的戰軍 或者自由俄斯兵軍團 是沒有離開別以哥羅德 你已經七日了 7日 7日沒有離開的話 你就知道你不戰 其實那個是普京的決定性失敗 因為戰術上他不會受影響 但問題大致上就是 因為你出現這個戰領區 國路軍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我也講過很多次 實有自己的想法 你國內政權不穩 OK 他就希望尋求一個勝利 就算不勝利也好 他都要保住克里米亞 因為我想 保住克里米亞 是他的其他條底線 即是 你去年入侵 所得來的土地 他都可以吐出來 即是 沒有面子而已 但是克里米亞 我相信是他的 那個 那個 不能退的顏心 因為 如果這次輸了克里米亞 俄斯人是沒有可能回來的 俄斯人 因為一定會趕走俄斯居民 以及會 take over 所有黑海艦隊的基地 即是 俄斯的黑海艦隊 很大機會就不符存在 或者是 不知怎麼存在 因為你之後一定是沒有那麼好的軍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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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令到俄斯控制黑海 即是 黑海共控制權基本上 很大機會 如果連在烏克蘭也入不約 因為你打完仗之後 烏克蘭也入不約 烏克蘭會 那裡 黑海的美國會變成不約基地 最後出來的結果就是 黑海 連在大達 因為大達的海峽 已經是 很遺旗的 黑海近乎是 北約的外海 即是 黑海剩下 就是 俄斯很小的一塊 在黑尺半島的一邊 但是 我相信 那時候 俄斯那一塊都要求獨立 或者是 離開的時候 即是可能 黑海跟俄斯 再沒有任何關係 這個機會不用 所以 對普京來說 他 他不能輸 黑海不輸 即是他不能輸 克里米亞 因為輸了克里米亞 就等於輸了黑海 那他這個 他承受不是 所以他絕望 他絕望 為什麽就圓球那麽大 變成 丹科那套電影 十二夜 丹科 就是 希特拉 發瘋那套 整天被人樂家 就是有些都吸不到那套 其實這個普京狀態 跟片裏面的希特拉 沒有很大分別 其實很像 其實 當然片裏面的希特拉 那個說話 那個不是史實 因為史實裏面 希特拉 咆哮 就是完全是 連其他人都不准在這裏 沒有人聽到 希特拉 咆哮 所以 那個演員很專業 那個瑞士演員 因為沒有德國演員 願意扮演希特拉 沒有的 誰想拍希特拉 德國的史上最 德國首席魔頭 但是 那個真實的人 那個魔頭 沒有人想 演他 但是 被人演他 怎麼說 那些 真的不知道怎麼走 那瑞士人 沒有這個包袱 因為瑞士 當然是中俠國 但是現在 普京跟片裏面 希特拉的狀態 我懷疑 相距不遠 那你相距不遠的時候 他在一個絕望的狀態 他已經這麼做決定 就是 炸提包 當然 有些人說是招惡戰術 但是我覺得招惡戰術 也有個譜 招惡戰術 你招惡到這樣的 我會覺得 你招惡到 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 因為你說 有些人說 克里米亞 烏克蘭都用不到 北約基地 沒有問題 那問題就是 當烏克蘭 我拍克里米亞 有西方援助的時候 就算了 美國我都會出手 美國 美國一定會出手 因為 未必是美國的利益 但是 例如英國 德國 法國那些 一定會出手 這麼難得 怎麼永久 怎麼永久 永久 擁有 克里米亞這個 戰略要地 普京 真的 你不入侵 烏克蘭 烏克蘭 什麼時候 拿回克里米亞 就沒有人知道 但是你入侵了烏克蘭 有這麼多西方武器 這樣 打你普京 西方 什麼時候 拿回克里米亞 大家都心裡有數 但是另一方面 這個 其實 這樣的打法 也是某個程度 大反攻 展開了助成 美國 就說 大反攻已經開始了 他們觀察烏克蘭的活動 以至 那些 我們叫做炮火偵查 即利用 或者叫做 Specutive Specutive FIRE Specutive ATTACK 我心裡可以 意思就是 一些 猜測性的攻擊 如果我直接 譬如 我猜 那裡是 俄斯 與薄弱的 那個兵力 那就先進行一些試探的攻擊 可能開幾招 那就看看 他會不會 反擊 或者 或者 把兵 調去其他地方 可以評估他的 戰鬥 規模 那些 大致上可以補充的評估 因為美國的打牌 一定會試打的 他試打 OK 那 美國的觀察活動 就是烏克蘭有很多試打活動 而且有些城鎮都很好 有些城鎮 可能 一試打就知道 原來他沒有人的 已經空了 已經飛人了 沒有人手 或者什麼 那你一定是乘機吃下去 安全就會吃下去 一定不用說 那 就是會這一隻 會有很多這些 打法 烏克蘭有很多這些打法 就知道是大反攻擊 而我想俄羅斯是知道的 但是如果你不玩水艷緝軍的話 有可能是怎樣 烏克蘭的攻勢 它最主要是阻止 炮議 炮議 迅速抵達克里米亞門口 因為 如果按照現在這樣的情況 俄斯坦克的火力和機動能力 是沒有辦法跟烏克蘭相比的 加上烏克蘭已經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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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一個火力支援 那麼你加上 哈馬西這些那麼多火力支援呢 其實就 烏克蘭幾個優勢 烏克蘭幾個優勢 烏克蘭如果殺到 很快殺到 克里米亞大門口的話 究竟克里米亞的軍 會不會有人抵禦呢 我就很懷疑 即是很快 其實普京最怕的 是 那一刻 光放克里米亞 就是 你頓巴斯 烏克蘭 烏克蘭手上 他都未必太介意 因為頓巴斯都打到殘 但是 克里米亞的戰略地位 是無可取代的 就是克里米亞 所以 就是克里米亞 如果再這樣 玩下去的話 就是 所以 他的絕望就是怎樣 他 因為大反攻的嘛 大反攻可能很快就到克里米亞 那他為了 克里米亞有更多時間 部署防守 那他又可以搶氣輕 但是當然 這個害取其輕的結果就是 因為克里米亞不夠水 或者不夠水這種補給 有可能 就算你黑赤大橋 如果炸了的話 克里米亞可能進入 沒有水飲狀態 如果沒有水飲狀態的時候 都很麻煩 如果攻水嚴重不足的時候 因為歐洲天氣很乾的 這樣攻水嚴重不足不行 如果攻水嚴重不足的話 可能的軍心會崩潰 我想這個普京沒有計過 普京的感覺就是 你那裏是克里米亞的主要水源 你炸了蒂八 所以我又很無恥的說 這個是烏克蘭做的 我覺得烏克蘭就不會這樣做 烏克蘭 我自己為人混沉 你這個戰略的意義很清楚 你戰略的意義很清楚 你戰略的意義很清楚 誰能夠利用到 所以你說 普京現在是不是很絕望 打到很絕望才這樣打 這個肯定是 他看不到什麼希望 他知道 開始試探攻擊 而那些試探攻擊 可能俄國是比想像中更薄弱 可能很快就會長距直進 所以就 用這些狗招就是 怎麼說炸了 然後怎麼說 就希望 左援的攻勢 有多支時間部署 可能只有 烏克克河 沿岸一帶 都全部棄手 我們一退就退回克里米亞 因為克里米亞 他都覺得是二手眼工 真的有這樣的要創 我看看你有沒有人來 看看你美式武器有多厲害 你說 縮窄那個防禦網 盡可能縮窄防禦網 令兵力優勢 不要參加 因為 現在很可能每一個戰場上 俄國都沒有優勢兵力的 他優勢兵力可能都在烏克蘭那裡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但是 怎麼說都好 現在打到這麼垃圾 其實有一個很殘忍的現世 在普京面前 俄斯可能很快進入軍閥軍 巴拉穆特會不會再到 光復 就是會不會光復在烏克蘭那裡 我是樂觀的 因為你看到巴拉穆特使家那些 戰役 烏克蘭基本上信的 第一 第一 第二 應該有很多主力 是調去應復比爾哥羅德的事務 因為 對普京來說 最 普京最強勢 我想他強勢比爾哥羅德 比巴拉穆特更多 因為比爾哥羅德重要 他意義太大的 比爾哥羅德 因為比爾哥羅德 但是 你現在計算今天 他是第七天的 如果他可以居然存在七天的話 其實 普京的軍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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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克蘭的 總體的實力都已經很弱了 如果我是 勇兵自重的人 就好像卡特羅夫那些人 我看到 今天第七天都搞不定 你叫瓦克蘭的大廚 以至卡特羅夫 會不會有自己的看法 一定會有自己的看法 就是卡特羅夫 會不會 如果摩加斯部車神毒鴨 或者卡特羅夫 可能野心再大一點 可能他會怎樣 他想做 一個 在俄斯 他有影響力的哲導使 他像哲導使 一個大堂帝國 那他就會有 這個大廚 不用說 大廚的野心 就很明顯 瞞都會提 所以 你 普京CLS 去 炸提的話 其實你看不到的問題 其實 哈利米亞會守不住 哈利米亞守不住 就更加不用說 哈利米亞一守不住 其實是戰爭結束的 因為哈利米亞一守不住 你這麼高調 拿回來的 那個半島 然後怎樣 你這樣失守法 你普京一定會被人推翻 普京不被人推翻 都怎樣 裡面都民心騷動 就是那些國務派 都覺得 且你都沒有要道 我自己 動之旗 建立國家 行不行 你說那些僱傭兵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如果你一個這樣的獨裁 就不應該容許僱傭兵 因為你容許僱傭兵 的問題就是 僱傭兵 不是Royal to you 僱傭兵是Royal to their leader 你要給什麼 國營石油 天然氣公司 都可以有對僱傭兵 你這樣的結果就是 那些有實力的人 其實是用兵自重的 用兵自重 你這個普京 你只剩下核彈 我懷疑核彈 現在未必有人想用 或者有人用 有些狂人說 在別爾哥羅得引霸核彈 你鎮壓國外 換換集團 用自己用核彈來炸自己 我就沒有聽過這個 但是 你說普京絕望 為了保住政權 會用核彈來對付自己的人 有可能 不要說沒有 這個可能性存在 這個是 我怕習近平有樣學樣 他覺得中國這麼大 不要緊 然後扔個核彈來香港 這樣就很糟糕了 現在就很看別爾哥羅得 會不會有人做這些瘋狂的事 但是 普京沒有什麼膽固去控制 如果現在他繼續持續 有些別爾哥羅得的事態 惡化下去 基本上其實 普京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了 他已經沒有妖道 普京是不會有妖道的 普京基本上就是 他沒有能力去維持整個政治 然後就等軍閥運戰 俄羅斯軍閥運戰的機會很大 現在越來越大 普京一失敗之後 卡德羅夫 灣仔 Group 或者其他軍隊有實力的人 或者譬如有些反對派 可能都紛紛自己宣佈獨立或者什麼 可能有些俄羅斯地區 會進去 可能有些進去 入烏克蘭 都有的 我相信有的 有些會 好像別爾哥羅得 一直都想入烏克蘭的 別爾哥羅得 一直都想的 譬如說別爾哥羅得 那些可能會進去烏克蘭 其實現在的越打越混 其實反正普京還以為越絕望 普京還以為越絕望 那我應該這麼多 所以這些戰爭場面 越來越瘋狂的戰爭場面 會越來越多 我都很肯定 你說現在瘋狂 我告訴你自己還瘋狂 沒有最瘋狂 只有近瘋狂 越打越忽敵 你怎麼說瘋狂 就是瘋狂的地盤 我都不敢想像 這就是大家將會看到戰爭的狀況 我想之後都挺好看的 我都知道 普京CLS去打探題是第一步的 整個俄司解體的過程 現在我想大家應該很快就會看到 除非 所以有些中國人還昂貢貢 有些人說 看到有中國人加入挖 我覺得那個未必是昂貢貢 當然有可能是一個真心的小粉紅 有錢收沒所謂 有錢收的小粉紅 但是我也有懷疑 就是可能 中國的一些 可能派出某些解放軍的人 不方便在俄斯國防部的部隊服刑 中國人民自願軍的打法 可能試一下 可能先在瘋狂群試試打 都不出奇的 有什麼出奇的 如果用瘋狂群說 那個自願人士過來打 就沒事的 當然美國 是不是這樣看 很明顯是一回事 發現有中國人服用瘋狂群 就看看會不會遙遙多 如果遙遙多中國人 在瘋狂群裡面 我就懷疑那些是解放軍 但是解放軍 香港有哪些人 這麼傻子 被人去打 這些不得而遲 我就不得而遲 這個真是 這個真是 目宰樣 這一節就講到這裡了 今晚第一節 香港城市應該 7點了 7點 11點 我就應該不會有Live 但是如果有大新聞的話 就能計 我現在Live的做法 就可能是 隨於大新聞而全面 當然我會繼續捉那些五毛 那些五毛 我給了Google的名單 我看什麼時候 找到它的IP 我就講到這裡